标志508静态对比马自达6 新对手来了 在马自达的对手名单里 与他同级别风格都统一的对手其实不多 别克尔GV算是一个 仔细想想日产西马也能算一个 标志508在原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位 现在情况变了 508换代之后像是变了一辆车 风格聚变之后他完全走起了运动风 尤其风骚的五框车门让人印象深刻 全新标志508的革新是彻底的 原来中文的风格被彻底抛弃了 开始走偏运动风格 而马自达6自诞生之日起 就一直走的是偏运动的路线 只不过现在看着不如508新鲜了 508地矮的车头实际上面积很小 两侧下垂的日行灯与下方的隔山连接 车头整体感是很强的 马自达6在中期改缓之后 隔山内部变为网站 比原来更加精致的这么多年也丝毫不落伍 两车的头灯造型都不复杂 给人的感觉是女友神 光源都是LED 508的日间行车灯设计让人印象深刻 全新508的侧面很紧透 线条都是直来直去的 很有力量感 马自达6相比之下更加飘逸 流线型的造型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期待 尺寸数据目前还很有限 508展车的轮毂比马自达6更加复杂一些 整体都是比较能凸显力量的风格 尺寸图为19英寸很饱满 508的车尾 一条黑色红杠是整个车尾部分的视觉中心 样式很简洁 马自达6的车尾风格跟车头同意 也是中间杜落装饰插入车灯 整体没有508那么有个性 508的尾灯是由每组四个 共三组的LED灯组成相当简洁 整体形态还是标志很传统的尸爪 马自达6的尾灯相对要复杂一些 样式跟头灯有几分相似 二者图为LED光源